請黃思梅議員申請 如果不改 會破產 這個還有我們的這個貧戶差距呢 越拉越遠 再來就是我們的財政問題很多 當然我們選擇了新總統 新政府 我們也感受到人民對我們新政府的期待 期待呢藉由政黨輪替呢 讓整個這個財政呢會翻轉過來 但是我們擔憂的還是 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問題 前不久在馬政府的時代呢 這個我們被信憑 國際的信憑機構呢 被評定為互相 這互相裡面呢他就說啦 這個我們的財政問題呢 出在這個政府的支出太高 那政府的支出太高裡面呢 其中就講到這個愛台十二建設呢 是花了很多錢 再來就是八八風災 的建設預算喔 那我想 一個 一個風災就足以 讓整個我們的預算受到影響 那如果 再多幾個風災 我看整個的這個財政呢就出了問題喔 可見呢我們的稅機是不開一擊的 所以呢 這個林佳龍台中市長他就提出了一個 他認為呢應該由地方政府來主導未來的經濟發展 那要主導這個經濟發展呢 最重要就是要財稅自主 欸這個市長提出了財稅自主耶 他認為財稅自主 可以救地方的經濟 首先我要請問我們的財政局局長 局長 什麼是財稅自主 那財稅自主真的可以救經濟嗎 來 機長答案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喔 其實地方自治在我們台灣已經實施幾十年 那地方自治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財稅自主 可是依據目前我們的法令也好 還有制度也好 財稅自主也好 能夠讓我們地方能夠自主的 當然有法律的授權 但是真的非常有限 要達到財稅自主 所以現在還沒辦法財稅自主 是好請坐下喔 呃其實我們都知道 根據這個台灣智庫的調查呢 也知道說其實人民期望的就是新政府 可以把經濟搞好 但是經濟搞好不是說 欸這個整個稅都有地方來處理 來做就可以改善的 不是這樣喔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整個國家的建設 百分之九十七來自於稅收 那如果沒有經過 中央的統籌分配呢 我看整個的國家重大的建設 就沒有辦法執行喔 所以如果財稅自主其實還不是到 可以由地方來自主的一個程度喔 呃那我們一直在講 醫改啦教改啦 我們也講稅改 那稅改呢 其實在馬政府時代 就做了很多的稅改 那小英政府上台呢 其實他還沒有接任之前呢 他就提出了稅改的政策 來我想請問一下 呃 局長你知道小英的稅改政策 是在哪一個部分 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我想比較具體的就是 因應我們要辦理的長照財源呢 他希望在營業稅跟移政稅 可以做一些啊稅改的動作 其他的稅改方向大概一個方向 就是在稅縮不變之下 哪邊增哪邊就減哪邊減哪邊增 我想不太啊 不是變動很大的方向來做 所以你認為小英的稅改政策 是會放在這個長照的方面是嗎 這是比較具體的 現在提出來比較具體 已經提出來的是在長照的部分 他希望藉由一些微調的稅改裡面 營業稅的部分 營業稅跟什麼稅 營業稅跟移政稅 移政稅裡面嘛 來做考慮 是的 好你先請坐下 這個小英的稅改政策 呃 他之前呢 在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到了 其實呢 這個馬英九政府時代呢 其實稅改真的傷害到 呃 這個國家的經濟 所以他認為 整個稅改是不適合大幅度的調整 齁 然後他會 他會認為說 先把經濟搞好 讓稅收自然的增加 這個才是重點喔 先把經濟搞好 讓稅收自然的增加 所以他認為 如果他在稅改的部分 他會做微調的項目 就剛剛我們局長講的 就是在移政稅裡面 移政稅的10%對不對 還有就是 所得稅的45% 是不是這兩個 好 那為什麼有10%跟45% 這個我來講一下喔 呃 我們知道這個移政稅 原來都是50%的 就是說 你就是要做好一點 你才有辦法有2、3歲 齁 你就是要做好一點 你才有辦法贈餘給小孩錢 齁 那這個 都是在金字塔頂端的人 才繳得到的稅 都是繳了50% 可是呢 在馬政府時代呢 他把它調到10% 他調到10% 是要做什麼 他認為呢 他用了一個歸於返鄉 他認為呢 要把資金回流 就必須要把這些稅金呢 減少 所以他從50%降到10% 那確實啊 資金是回流了 資金是回流了 但是這資金回來幹什麼 資金回來投資房地產啊 所以讓整個房地產就炒了起來 再來這些錢拿來幹什麼 在央行裡面 其實央行也很困擾啊 這個匯率到底要怎麼弄 他們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 這個資金回流 是讓整個的經濟是搞垮的 所以呢 這個小英他主張呢 應該要微調這個移證稅 就像剛剛局長講的 把這些移證稅提高的部分拿來做長照 好 再來 調整45%的所得稅 你知道嗎 現在喔 現在是繳稅的季節 很多人就講了 45% 我賺一千塊 我要給政府450塊 有人要願意賺 所以很多 這些科技的人才 他就外流了 他就出走了 他不愛在台灣 他去國外 去新加坡 去哪裡 可以賺更多錢 很多現在外流的人才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 還引不進 這個 人才進來 因為 外國的人才 他也覺得說 台灣的政府 扣稅扣得太多 所以 他也沒有願意進來 好 閉對這個 來 局長你有什麼看法 你有感覺說 他是不是說 這個 10%給他提高 還是50%給他減少 這樣我們就有辦法 進行到 也小應的稅改的政策嗎 你認為 我在這邊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是 每一項的稅改 其實影響都非常大 非常大 對我們 我們人民影響非常大 是 都要經過很專業的評估 是 比如說移政稅 從50%降到10% 確實當時有個目的 就是 就是希望說 資金回流 是 保留在國內 不要流出去 是 那 這樣的結果 確實 有沒有看到這個效果 要事後這幾年評估 沒有 那這幾年的評估的結果 坦白講 是 有回流一些線 是 但是都到房地產的那邊去 是啊 因為台灣 台灣 人家說台灣錢 贏價錢 台灣沒有欠錢 台灣是欠投資的機會 台灣缺的是投資機會 而不是 這些錢回流 所以你看 這效果並沒有大 是不是 所以小英才會主張說 其實移政稅 是要再調高的 是要微調的 他也不是說 一下子又給你回復50% 他認為是 可能要調到20% 左右 我覺得這是 正確的稅改 好 你先請坐下 就剛剛局長講的 其實一個稅要調整 要經過很多人很多人 去思考的 到底這個調了之後 會不會影響人民的生計 等一下我會一一的再跟大家講 到底我們的房 房屋稅跟地價稅 是什麼調的 再來 我想我們常講 中央跟地方政府 的稅收分配的不公 我們一直講一直講說 這個第一個不公呢 就是把污染留在高雄 可是你公司呢 就登記在台北 所以整個的稅收都是在台北 就舉例來講 就中油 我們看中油 中油喔 你看他的國稅啦 一年 叫七百零五億 繳了七百多億的一年 中油啊 可是他公司登記在台北 所以這個錢 是繳給台北的 繳到高雄的呢 是十九億 在地方政府的 只有十九億 地方政府又不是只有我們這裡喔 還有各個區域的廠區的 就有十九億 然後繳交到高雄市的 我們就只有拿到八點二億 你看 固約啦 這個就是第一個不公平 哪可以污染 留在高雄 我們飽受這些污染 然後我們的錢 我們的稅金 還是拿不到 好 我們也一直在講說 是不是可以請中油 把公司搬回來高雄啊 來 這個政黨輪替之後 我想請問一下 會不會搬回來 來 這個我們請金花局局長 來告訴我們 到底 這個有沒有轉機 局長答案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喔 就您詢問到 關於那個 國營事業到高雄來的問題喔 我想說這段時間 其實新政府上台 我們也都一直表達這樣的 這樣的 那個意見 是 那其實有一個部分 它是今年年底 以前一定要做到的 就是我們議會通過的知識條例 是 要求管線業者 必須在今年底 12月31號以前 必須完成射擊高雄這個動作 是 它如果沒有搬回來 有怎麼划條嗎 依照我們的知識條例 是 在今年12月31號以前 好 如果沒有完成射擊高雄 明年1月1號起 它的管線就沒有 沒有權使用 好 那真的要做到喔 好 謝謝 再來 第二個不公平呢 這個我們看到 中央統籌分配款 這個統籌分配款呢 根據第八條規定呢 各直轄市分配的金額呢 是以營業的50% 然後轄區人口20% 土地面積20% 然後財政能力呢 算10% 好 這個就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中有的例子呢 它繳給國稅的700多億 那如果 如果它是在高雄 依這樣的分配 我們應該有50%的可以分配 但是因為它就是 繳造台北 所以台北分到的統籌分配款 會相對的多 所以 跟這個統籌分配款呢 跟著政黨輪替 這個到底會不會改呢 我們想請問一下 這個財政局局長 局長這個統籌分配啊 如果 我們認為這樣很不合理嘛 這個污染在高雄 如果他們一直不改啊 那我們拿到的稅金 我們拿到統籌分配款相對的低 而且我們是飽受污染的 那這樣跟著政黨輪替之後 到底 這個會不會改善 還是這個可以改 根據第八條的規定 中央統籌分配款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改 來局長 請告訴我們 楊彤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沒錯就是因為這樣的公式 我現在跟各位報告 現在我們每一年分到的 中央統籌分配款 大概兩百二十億 那台北是分到三百三十幾億 多我們一百一十億左右 那重點就在這 營業額百分之五十 我們的土地面積跟轄區人口 都比台北市多 而且多很多 但是分配下來 但是它的比例是少的啊 對 它的營業額 它是將近十三兆 我們才四兆多 營業額它是我們的三倍 所以這樣公式算出來 它就多我們一百多億 那我們每年在開這個會的時候 我們都反應 但是因為以前的政府從來都不採納 那我們以後會繼續來爭取 好希望可以藉由政黨輪替 可以改變這樣的分配不公的問題 再來我們一直在講稅 國家的建設呢 這個都是靠稅務的稅收 那稅的功能呢 除了可以增加建設之外呢 它就是可以分配財富 還有實現公平正義 那實現公平正義呢 我們想到的就是房子的正義 居住正義 這幾天是繳稅的季節 其實很多人感受到 我們現在稅怎麼會扣得這麼貴 來我們先來看房屋稅 到底我們的房屋稅 現在怎麼調的 來 我們先來看宜蘭館 宜蘭館 他在100坑一年的時候 他是把他調1.16倍 但是當時調到1.16倍的時候 就讓人民甩不掉了 就很多人都去抗議啊 說你這樣人民的生計有問題 於是呢在104年呢 這個宜蘭縣就降下來了 變成只調了0.4倍 但是你看高雄七啊 高雄七在100坑三年 調0.81倍 0.81倍 0.81倍是中的一倍啊 假設說我們房屋稅 交7千塊 我們現在比這要交1萬2千幾塊啊 這個幅度非常非常大喔 是讓人民甩不掉的 你來看高雄七他怎麼做 高雄七 他是分三年下去調 第一年 第一年他調0.38 第二年 調0.55 第三年 調0.72 我覺得 這個才是符合人民想要的 你要看法改調 你不是一個就調到那一關喔 讓他甩不掉啦 吼 調一杯他們是甩不掉的 所以這個不符合量能課稅 你不是一個你就把它打下去 你知道說台北市因為這樣啊 吼 那個那一天這個 國宴萬豪 這個董事長就講了啊 欸我一年吼 我一年的房屋稅要繳兩億啦 我甩不掉 我賺的給你就好了啊 我才有載到碳能力 所以台北市調的弧度 都已經被這個 李詠然律師認為他是違法的 他不符合量能課稅 所以我要告訴這個 我們在場聽到的人 高雄市也是不符合量能課稅 我們希望你可以再調低 但是我們知道三年調一次 來處長我想請問一下 當時你們調這個的時候 是根據什麼樣 因為小英政府也講啊 這樣 這現在的稅改 不符合大幅度的修改啊 但是我看一下 欸你們是大幅度的改變了 而是要依地方政府經濟狀況下去調 而不是一下子你就來促這麼多 來處長 那時候你是經過三回來調的 市長答案 謝謝主席還有黃議員 關心有關我們這個房屋標準單價調整的狀況 是 在這裡報告就是說 港公司的房屋標準單價對民國七十三年 就設定了以後呢 我們大概三十多年來都沒有做調整 是 所以在 一百零三年的七月一號的時候 就上一屆的這個 這個不動產平價委員會的時候呢 我們有提到要調整這個房屋標準單價 那這裡會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標準大概是怎麼來的啦 我們是根據呢 高雄市的這個營造工程的物價指數呢 下去做調整的 是 從民國八十一年因為七十三年以前 他沒有做這個指數 從八十一年到一百年的這個營造工程指數 他是 調整了百分之八十一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營造工程指數下去調整 那進來這裡還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說 進大家管期所調整的這個比例呢 他所依據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是 我也是根據行政院的這個工程 營造工程的造價指數 那我們是根據這個高雄市 因為我認為公司 我們這邊的這個物價部分呢 應該以這邊是比較精準 所以我們是調整百分之八十一啦 那 呃 這裡呢 各縣市剛才所提到的這個宜覽的部分 可能數據上有些誇解誤差 以我們的了解他應該是在調高的 應該調高的 沒有沒有是調低我們這個經過確認的 好處長先請坐下 來好先請坐下 好剛剛講到的就是 你是有根基下去調的 但是各縣市所根據的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說 好你現在要調零點八一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你是分三年 來做調整 不是一下子調這麼高 你不可以一個就調那麼高 調那麼高 沒辦法接受 在座每一個人 有家的都要繳房子 你希望可以跟他調一輩 那沒辦法接受 這樣 齁 一下子你調到一倍 我覺得這個你要再檢討 這三年檢討一次是不是 是三年嘛齁 是三年檢討一次 我希望你們在下次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依據 地方的經濟狀況下去調 齁 你要警告說地方 到底經濟好嗎 經濟好嗎 齁 啊如果經濟好 稅收自然增加嘛 他就會一定讓你調 但是現在不是呢 齁 你的打房政策 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的跟你說 現在根本就沒有適合 一個就調那麼高 齁 我意思就是說 你要調到零點八一沒關係 但是請你分三年 慢慢的調 讓人民可以慢慢地接受 好不好 齁 所以希望三年後 可以做這樣的調整喔 再來我們看地價稅 齁 我們的地價稅!齁 也疫力很嚴 cover 我們的地價值齁齁 台北市 台北市眣政 地價值30.3 高雄市 Bubble 32.5 這個是平均的 平均的 我們竟然比高 比台北市高 台北市的房子 我們在這裡有一間百種兩千萬 就買得到 你那間兩千萬的 你要把他拆在台北市 那間是一間的 所以他的價值是那麼的高 他都調這樣 可是我們的價值這麼低 你卻也調這樣 所以這個是不公平的 這不符合公平正義的 來 我們來看 怎麼調 來 高雄市怎麼調 其實來 為什麼沿城區 就只調了4.82 新年區這麼老的地方 林仔區也是都這麼老的地方 你調的 18 17 任務區你調的45點多 再來 你給他看納馬峽 納馬峽是一個鄉下地方的 你鄉鄉地下水給他去 22% 他這樣閉不住 這也是算草地的地方 我們以前 在說道市到鄉下 這些都是鄉下地方 你確實調的這麼的高 調 40幾% 來 我不知道 這個地價稅 你是根據哪裡調的 為什麼 沿城區 4.82 新憲庫 十八而已 啊 米德就要35 任務就要45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不懂 來 這個可以誰跟我回答 為什麼這樣調 副市長 副市長要要打嗎 好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麼今年的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的調整 主要依據內政部的要求 他希望今年的公告地價調整的丈夫啊 是 能夠反應前三年公告 限制的這個增加的 是 的累積啦 那另外就是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比例 希望維持到 一定的比例 逐年要接近就對了 所以今天我們參考了其他的六 其他五都 我們是最後才完成審議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調整是介於在 六都來來講我們大概第四啦 在中間 所以 不是最 不是最多 不是最少 這是原則 我知道 可是高雄 跟台北比差很多 你這樣調 高雄人受不了 那個是平均值 我們有 逐區 每個區 逐區 比較 沒區沒區的檢討 那 看起來 延程區 4.82 我想應該是他的公告地價比 公告限制 本來就已經在一定比例了 是 所以 所以才會微調4.82 那人物會調那麼高 應該是有些是違規使用的農地啊 就是違章工廠 那部分有調幅比較高 所以 會 看起來是比例比其他地方高一點 大概幾個原則啦 這個有沒有機會 你以後要看 當時的經濟狀況還有景氣去調 他現在經濟狀況的外面 真的沒地賺錢 你現在把他鄉鄉 他的地價稀掉 真的人民撐不掉 那一部分是營業很省事 是 我覺得要調漲 稅金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思考 因為人民真的撐不掉 你如果看啦 你公共地價 100坑一年是 1萬6千多 然後你105年是2萬3千多 你調虎了42% 那調虎了42% 就影響了他的租金 影響到他的租金啦 你知道 當時 在國宅的時候 很多是低收的 很多是 我們輔導他 去買國宅的 所以你鄉鄉他是 靠租金 立租金 在住 鄉鄉你給他 去42% 你漲了42% 來 原來我繳4千2的 我現在租金我變成了要講 將近6千塊 護士長 你當時有沒有考慮到 這樣的狀況 你一個地價稀給他去42% 我覺得 這個 已經 已經不符合量人科稅了 你是要看 他的狀況 加上說 我們地方 經濟的狀況 下去調 你知道說 你這樣影響的是國宅 國宅靠租金 繳納租金 在過生我的人 他這樣調他貼不下去 因為他的租金 鄉鄉 去42% 好副市長有沒有機會 我們 要 可以 所以 這個在調降 有沒有機會來 副市長 副市長來答 謝謝主任 那麼這是三年調整一次 三年一次 所以三年可以再檢討一次嗎 每三年調整一次 基本上內政部他有一定的要求 是是 那我們希望說 可以 針對 地方的經濟狀況 還有景氣 來做微調 這個會衡量 好謝謝 再來 我知道 我們常講 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呢 其實政府 政府也聽到了 所以祭出了 打房政策 一路上的打房政策 我們看到的 奢侈稅 豪宰稅 同房稅 到 房地合一 這個都是在 打房的政策裡面 那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 房子炒作 來 我想請問一下 什麼是房地合一啊 很多人 很多人 這個房地合一 就像 老虎猛獸一樣 外面都說 這是什麼 這現在是 要給你 還是怎麼樣 這個跟 買房子 沒有 沒有差別 是賣房子的時候 你才有 課到 房地合一的稅 就有人給我問啊 問說 我現在 我買一間 二十年的房子 我把整理你的 我打算買 所以我兩個月 我又買出 這樣我是不是 要給付很多稅 我是不是要用房地合一啊 是的 跟房子 舊 更新 是沒有關係 你不要 因為 你要股 來整理 稅比較會合 沒有 這是看你 當時賣 有差 就是說 你整理你的 你是兩年後賣 還是現在水賣 有差 好 我想請問一下 什麼是房地合一 來 機長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房地合一稅 因為今年 一月一號才開始 實施新的房地合一稅 那今年之前 啊 我們 賣房子的時候 那時候 土地是繳增值稅 那房子你有所得 就繳所得稅 以前的就職是這樣 那今年開始的房地合一稅 簡單來講 以前因為 重點在土地 只有繳 土增稅 那現在不是 現在要用 實際 你賣的價格 房子除了 那個土地除了繳 土地增值稅之外 你土地增值的 賺的部分 還要納入所得稅 跟房子 賣比較 賺的部分 都要納入所得稅 回來課稅 這是房地合一稅 所以 請坐下 這個房地合一 簡單的說 就是你有賺錢 就要課稅 你有賺到錢 就要課稅 其實我也認同 有賺錢要課稅 但是 課得合不合理 就其次了 來 這個去年呢 大家為了規避 這個 15% 到45%的稅 於是呢 大家就拼命的 趕快過戶啊 趕快過戶 所以造成了 去年底啊 12月單單一個月 十一萬筆 全國啊 增收了十一萬筆 十一萬筆啦 因為大家就說 哎唷 房地合一要出來了 比較快要賣 賣賣 快過過了 所以 鄉鄉 12月份 就增加 十一萬筆啦 到今年呢 就剩下四萬多筆而已 就可見呢 大家為了要規避 這個15%到45%的稅呢 就趕在 這個 104年的12月31日 趕快過戶啦 但是大家不用怕 很多人都認為說 哎 我現在來 是不是要繳很多稅 待會我們會 他跟你說 當然我們剛才 房地合一 最主要 是要 避免 這個救治的 就是說 你如果補那些就 扣不到稅 簡單說就是說 你政府 在旧的制度裡面 扣不到你的 房屋財產交易稅 他扣不到你的稅啦 旧的方式 所以大家比較 趕在那個12月底 金斑斑的 因為他知道說 這可以 有方法 可以 不用扣到稅 但是 就沒辦法了 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房地合一 怎麼算出來 要怎麼算 來我先請問那個 我們署長署長 房地合一 你如果說要算稅 是怎麼算 署長 謝謝 有關房地合一的 繳稅的那個 計算 主要就是 你買房子的時候 會先靠掉 你整個 買的 成本 你簡單的說 收入 減掉成本 再減費用 費用 再減掉 土地漲價 總數 總數的部分 才是等於他的課稅所得 好 那請問一下 我買一間房子 我買一間房子 我一定會蓋貸款嘛 我想 貸款是我最多的成本啦 因為我付出 我每個月都在 繳利息啊 所以 利息 是我最大的成本 請問一下 我的 銀行 貸款 利息 可以算入 我的成本裡面嗎 因為那個 利息的部分 在我們 當年在 新報 綜合所得稅的時候 他有扣除 所以這個利息的部分 可能另外 另外不在這邊處理了 利息 就不算在成本裡面 是不是這樣 財政部不是說要放寬嗎 他最近不是比較出來說 現在要放寬這個 這個成本的解釋啊 還有費用的 這個 大幅度的修改啊 有沒有 對財政部對於有關這個成本跟費用的這個解釋的部分呢 他事實上是有做一些 做一些放寬跟說明 有一些放寬跟說明 那可能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到時候 我們會再進一步的跟我們市民朋友在報告 好 那我請問一下 費用可以是哪些 呃 我中逢可以算嗎 可以 我中逢可以算嗎 但是要有法票嘛 對 我交給稅可以算嗎 交給稅的部分 稅捐的部分 好像 喔 汽稅是可以 來 處長我告訴你 汽稅是可以的 房屋稅跟地價稅是不行的 那汽稅 你買賣中產生的汽稅 費用需要 是算費用 請問一下 什麼叫土地漲價總數額啊 這是什麼啊 我可以減掉這個 這個是什麼 那個就應該是在講是說 我們原先在計算 土地無分 20歲 因為 如果你是當年度在處理的話呢 那個公告限制的部分 好 就是當年度的公告限制 減掉 當初買的公告限制 是不是這樣 對 減掉的數 就是這個總數 是這樣嗎 好 你先請坐下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的房地合一呢 就不像以前那樣 救治啊 他可以 隨你調 你或許把這個 因為有時候年代已久 你查不出 他這個成本是多少 所以你就無法 撤到房屋 房屋交易所得稅 那薪製 他是實價科稅 就不行了 你一家人就走不去了 因為你收入 假設你 當年度 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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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 穿衣 這樣來說 你賺700 但是你還可以 費用 減掉你的土地漲價 總數 所以 就變成這個數 你是要去瞌睡了 欸 再來我們要問 我什麼時候可以用 舊字 什麼時候可以用新字 很多人就問啊 什麼是舊的 什麼是新的 我當時可以用新的 我當時可以用舊的 像我的家 一大就十幾年 但是我在一百零五年 假設我八月要來賣 那我要用新字還是舊字 很多人說以為 你只要一百零五年之後 賣 都要用新字 不是 不是 因為你的家 已經超過十年了 你的家 所以你可以用舊字 所以你還是 在賣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用 這個房屋 交易所的稅 是不用客到稅的這一種 不是說一個你就可以 叫得很多 來 這個 市民朋友 可能聽不懂 來聽 我簡單來問 假設說 我一百零三年 三月買一間房 我一百零五年 七月買 請問我是要用新的 還是用舊的 來 處長 在這裡報告的是 房地合一歲 是對今年的家位 開始 開始 那你如果在 去年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號 以前的房子 你持有的時間 超過兩年的月 你收工 超過兩年 你就用舊的 可是如果在兩年以內 因為他收子稅的部分 他已經取消掉 你就要用新的 所以他在議員說 你一百零三年 三月買 三月的房子 一百零五年 八月 因為已經超過兩年了 所以我是用舊制 用舊制 你先請坐下 那如果同樣的 我三月買 我二月賣 我一百零五年的二月賣 請問我是新制 還是舊制 因為這樣你就沒買兩年 所以你就要用新制 你就要用新制 請坐下 請坐下 我到底要用新的 還是用古的 當然是 稅利不同 增加的很多 來 我們來看 如果你如果是一年來 購買 要繳45% 很高的 這個政府 打房 打得也真厲害 45% 這45% 就是要防止 你炒作 很多人 像我剛才說的 人家就給我問了 問說 我買一間房子 我整理你的兩各位 我再賣 抱歉 你要繳45% 如果 你如果一年 兩年前 賣 這樣是 一年後賣 是35% 然後你 滿兩年到十年 就變成 15% 齁 所以很多人看這個 看得不濕濕濕 到底我是要繳45% 還是要繳35% 還是要繳15% 簡單說就是 你如果 抹兩年 兩年 以上 來 處長 我如果這個房子 我已經抹兩年了 我是繳多少 我 滿兩年以上了 15% 如果你是 適用這個新制的話 滿兩年 在十年 以下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裡面 是繳15% 所以我們是 15%到45%的 練習 在那邊走 如果你如果 10年以上的 都是15% 對 超過10% 對 好 你先請坐下 那當然 很多人就問啊 我的家 我自己在騎的 自用住宅 他是有優惠的 自用住宅呢 他優惠四百萬 就是說 欸 我來裡面算了之後 我可以再靠四百 四百以後 較去求水 來 我們現在來 簡單用一個 來 問題 出來 好 我們來看問題 來 假設呢 這個人 有一間房子 他賣 2000萬 他當時是 要1000萬 好 1000萬呢 如果他 在一年來 他賣 他要給我 225萬 來喔 大家聽哩 就是說 你2000萬 的房子 啊 穿三是準備 你的 你的感覺 你就是賺七百嘛 賺七百 因為政府有 要給你 靠的 就是說 你可以靠你的費用 靠你的費用 費用你可以列舉 就是說你可以說 你有中逢 你有欺負 你如果列舉 比你的5%還多 你就可以用列舉的 就是說 像我們在報 個人綜合所得稅 你可以列舉 那如果沒有 他依法是可以乘以 乘以賣價的5% 所以用100萬算 再減掉100萬 土地漲價的總數 所以你有賺500萬 這間房子你賣2000萬 你實在有賺500萬 如果你要一年來賣 你要叫225萬 如果兩年來賣 你是要叫175萬 如果你要兩年以上 你三年四年才賣 你就賣100萬 他賣20% 好來 剛剛講的是薪制 然後如果 你是用自用住宅 就我剛才說的喔 你2000萬 你那時候買13萬 有賺700啊 賺700 但是你如果用 那間房子你是自己住的 但是你自己住 要住6年以上 就是說你要涉及在那裏有6年以上 你才可以 適用自用住宅 在這裡你的房子又不能租人 要6年都不能租人 這樣你能用自用住宅 來算 你看剛才那個要賺200塊 結果 你若是自用住宅 你存賺10萬而已 你看喔 同一個 屋子 但是你用自用住宅 你就變成 剩下10萬塊 所以 這個 就差很多了 是不是自用住宅 所以 這個政府是要鼓勵你自住 而不是要 讓你炒作的 再來 我們看救治 如果救治呢 你就變成繳 63萬 你看看 200幾萬 你若用舊的方式 就存60幾萬 來 你若是自用住宅 你就存10萬 這個稅 就差距這麼多 這個簡單的看一個例子 就知道說 你看 你若一年來買房子 20025 你若是自用住宅 你就10萬 這個就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是賣房子的時候才產生 不是買房子產生的 是賣的時候才會產生 這個交易所得 所以這是 這是國稅 這是交易的 所得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有賺錢 你就要繳稅 簡單說的概念 但是在這裡 我要來請問 局長 但是我如果在台北 我住在台北 但是我今天公司 把我調去 高雄 把我調去高雄 所以我就在高雄 買一間住 在場很多人 就是 原來住台北的 我們 副市長 也是台北宜蘭的 如果你原來是住在台北 但是因為你的工作關係 你被調來高雄 所以你因此 在高雄買了房子 兩年 這個一年後呢 這個老闆說 說不要啊要叫我回台北中央去啊 我這個房子要賣掉 請問一下 我要繳45%嗎 因為一年來啊 我一年來 因為這樣我不能住 這樣 我是 要叫多少 來 很多人因為這樣子啊 譬如說 台北人 我調來高雄 做工作 我就在高雄買房子 我高雄買房子後 我一年來 這個 他又叫我去中庸 所以我高雄的房子 我要賣掉 處長 如果這樣子 我要繳多少歲啊 如果是因為吊子 跟非自願的這個吊子的部分呢 好 他時間是在 是在兩年後 以內 他 也不用繳到最高的 四十五%或三十五% 他只要繳百分之二十 對 一例都是百分之二十 好 因為 你因為工作的 關係 財政部有另外 一個解釋 你是可以算 百分之二十 你不用算到 百分之四十五 好謝謝 請坐下 其實今天 講了那麼多歲 我又要來講一項歲 就是我們 這個數位經濟的挑戰 現在很多 他剛才也有聽到議員 在說Uber Uber 是透過APP電子交易 還有再來 網路上交易 最有名的是什麼 淘寶網 淘寶網 一年 在台灣賣了 五百億 這五百億的行李 五百億的生意 還有Uber 他也是透過電子系統 這種的 我們都 科不到他的稅 都扣不到他的稅 你看 一年 在我們這裡 英雄五百億 雖然你有說 這個網路交易 如果八萬以下 我們要怎樣 然後三千元以下 以 四月 我們才立法 又通過一個案子 就是說 你現在 他規定你 一個人 一個住宅 你只能一次 一個月 你只能有一次 的機會 如果你如果敲過 他就要把你撤稅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就說啊 我就 嚇去包圍就好啊 我就不用嚇去這個主席 不是這樣 我嚇來隔壁可以吧 所以你看 還是一樣 科不到他的稅 來 針對這個 警長 像說你那中央開花時 你們有討論 就說 這個 淘寶網啊 在 台灣啊 營業這麼大啊 一年有五百億 啊 再來 這Uber 這個 電子交易 系統啊 我們就任由他 政府科不到他的稅 如果我們台灣人民 一家人就不會走 這樣怎麼會符合公平正義的 像這個國外 應該要撤稅啊 來 有法度嗎 謝謝 因為現在的數位 這個跨國交易 除了淘寶網 還有我們現在用這個 智慧的這個行動裝置 大家都有法度對 外國購買這個東西進來 那要去購買的 因為他可能 公司不在我們台灣 設立這個營業 所以我們對這個公司的這個 營業稅的部分 跟營利事業所得稅 就扣不到 扣不到 所以他都 議員說這個問題 很正確 所以有關這個部分 財政部也有在注意 就對了 所以他剛剛有在說到 海關 這個 包裹的部分 越來越嚴 不過 還是這個方面呢 因為民眾對於這方面 要再繳稅 這個 這個部分 不是那麼 我們可能也是有機會的話呢 會再建議 要向財政部說 這個應該要磕稅 要想出一個方法來磕稅 好不好 好 先請坐下 其實我們今天說那麼多稅 再來 我想要說特別稅 其實特別稅 我一直覺得高雄最有機會 就是什麼 這個污染稅 我們一直在講說如果他不搬來 我們就磕他種稅啊 磕他污染稅啊 還有就是 我常講說 收工那裡的道路啊 這個貨櫃車一天到晚就把這個路壓壞了 要不要磕他 道路重修費用啊 其實這兩個特別稅 我都認為 他是應該磕的 所以我希望 這個 要去研究一下 到底 這兩個特別稅 應該最值得高雄市來 因為這是地方稅 應該要磕的 哪有說道路都一支搞不就搞壞了 好 接下來我想 剩下的時間 我想 請市長 做一個總結 就是 我今天所講的 房屋稅啊 地價稅啊 還有我們這個 淘寶網的稅啊 這些稅 到底我們 未來 新政府 會不會重新再思考 還有統籌分配款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有機會去跟中央 要到更合理的 來我想 請 我們市長做一個總結 市長 好 謝謝主席啊 謝謝 我們 黃淑美議員 今天 以我們的稅務挑戰 跟高雄市政府做了很多執行 也特別提到 中央跟地方稅收分配 的很多的不公平 包括 統籌分配款 對高雄 給高雄 吃開很多 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都期待 新的 政府 在未來中央統籌分配款的部分 這個部分能夠重新做一個 最好的思考 那我們也提到 未來 剛剛黃淑特別提到 這個中間高雄在 地價的調補的部分 黃淑特別提到 這個中間是不是人民的 接受度等等 因為三年調整一次 那我會要求我們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了解 現階段的狀況 實際的部分 當然未來 我們中央跟地方 到底怎麼樣子來解決 我們財務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事都是我們要一起去面對 所以我覺得黃淑今天 給我們很多 指教 那我也覺得說 財稅的問題 還有財務的狀況 從中央到地方都是面臨 很大很大的挑戰 那我想我們 為了整個 我們將來 整個政府的運作 對人民的權利的保障 等等 那怎麼樣子 中央跟地方 了解 實際的狀況 能夠讓 我們的稅收合理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 能夠因為有財政的一個正常化 今天才能夠讓這個國家 有發展跟競爭力 我們非常謝謝在這個過程 我們會把黃醫院今天 所有的執行 我們會在市府的內部 對未來將來我們的財政稅收 那我們怎麼樣子來面臨這些的困境 市府的內部將來 我們 會跟我們的中央的部分 不斷的溝通協調 這個部分 我們非常感謝 黃醫院的指教 還有對我們很多的幫忙 謝謝 謝謝黃思美議員的執行 休息10分鐘